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表示 共和黨議員可能會考慮 對拜登總統進行彈劾調查 以證實其是否存在財務不當行為 麥卡錫昨天在國會大廈表示 雖然眾議院的調查 尚未發現任何不當行為 但是彈劾調查將令國會獲得更多信息 從而了解真相 眾議院的彈劾調查 是對總統提出彈劾條款的第一步 調查時間取決於眾議院的決定 並且有可能持續到總統競選櫃 共和黨議員近期加大了 對拜登及其仔Hunter Biden的調查力度 正在深入調查拜登家族的財務狀況 一名聯邦調查局FBI的善人透露 烏克蘭天然氣公司Burisma 在2015年和2016年曾尋求向拜登家族 每人支付500萬 以援取他們協助 罷免一位正在調查該公司的檢察官 白宮發言人表示 共和黨議員不顧事實真相 一直緊咬總統不放 而非優先考慮國內民眾希望解決的真正問題 例如降低通脹或創造就業機會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